尊敬的大德法师 各位同参道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敬雅佛音 我是敬雅 南无阿弥陀佛 前一段时间呢 有一位同修问 看到很多的明星导演 拍了很多的色情影片 像他们这种人会有果报吗 为什么 看不到 他们依旧星光高照 享受荣华富贵 这到底有怎样的因果呢 下面呢 我们就继续看阿弥给我们分享 他进入地狱看到的景象 大家就找到谜底了 阿弥说 佛菩萨永远是慈悲的 今天多了几朵莲花 速度快了很多 一刹那 就到了地狱 跟判官行礼 判官已经在等我了 今天想请教判官 关于写银书 印银书 卖银书 拍色情电影 制造色情光盘老板的果报 拍色情电影演员的果报 卖注银用品 卖注银用品如春药 等等的果报 不过很多 就是银气盖过了阴气的那种 还有一种浓烈的腥臭味儿 如不是为了说给大家听 我真的不想去看的 已经到了 又是大喊大叫声 痛苦的呻吟声 这里有很多男男女女的灵 他们相互之间不会交谈和沟通 问好安慰对方 就是简单的说一句 你苦吗 都不会的 因为大家只是在不停的受着地狱的果报 我看到他们其中有个灵在一张很小的椅子上 双手按住椅子 然后倒立 就是头向下脚向上 很夸张 之后掉在地上摔死 又复活再来 判官说 这是在世时喜欢写一些银书中的动作 女道难立而来邪淫的果报 有一个灵用单手一直撑着地 看到他累得以冒汗发抖 当他一停下来 马上有巨鸟飞下吃掉它 之后再复活 再重新受刑 这个原来是生前喜欢描写 特别夸张的行淫动作 例如鞭打 追求感官刺激那些人的刑罚 有一个灵在地上一直不停地打转 一停马上就有很多巨狼 把他撕碎吃掉 这个人是生前喜好 炮制一些催淫的迷幻药所受的果报 有一个灵被惩罚单脚一直站着 好像是在做行淫的动作 当他一停下来时 马上就有大铁鸟冲下来 把他撞死 之后被风一吹 又复活了 复活了 再受刑罚 这个也是写色情书籍的果报 有一个灵一直不停地吃药 当停下时马上强烈的呕吐 至半死之后又被逼迫再吃 这个人是生前专门研究生产一些春药 催情药物所受的果报 有一个灵手拿着火炬灯管一样的刑具 一直在自烧生殖器 直到生殖器烧毁烂掉 风吹复原 又在循环重复受苦 这个是生前喜欢卖注银工具的报应 有两个灵一起 拿着一些会震动的小蛇 在它们自己生殖器旁行刑 这两个都是受生殖器碎烂俱苦的 它们两个是生前专卖性产品的老板 有个灵坐在一张很小 但是又尖又烫的椅子上 在烧得通红会喷火的台子上写东西 我尝试接收它的意念 原来它的心是在写如何写银书 当它要写的时候 双手马上被烧掉 之后再复活过来 重受这种火刑 这个也是写各种银书的果报 这边有些男女灵 好像是在十分欣赏那些银书 因颠倒梦想的原因 它们脑子里充满了淫欲 所以看到银书 我看见是张白纸一样的东西 这里有一台貌似巨大机器的印刷机 当它们想印出银书时 这部机器就会把它们吞进去 全部过激压成肉酱肉泥 雪花飞溅 狂嚎狂叫 那种超级大痛苦 简直无法言喻及忍受 一日中就要受到千万次 到这里 我再也不想继续看下去了 自己都感觉到异常的辛苦 这些是生前拍色情电影 制造色情光盘要承受的巨大果报 我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再请问判官 这些罪灵经就要受多少年的果报呢 判官回答 他们要受果报多长时间 是很难说的 基本上可以说 只要他们所写所印的银书 所拍的色情电影 色情光盘 所制造的春药 壮阳注银之类的药 在人间全部消灭之后 那他们才有脱离地狱的一日 就算在投生人间 必受极低等下见的果报 具体真实受刑时间 唯佛菩萨才能解答 这个地域现在新加建了很多层 也增加了形形色色的刑法 以前占地面积没有那么大 现在因科技发达 印刷生产这类鞋银产品 且速度惊人 性商店在人间也开得极多 犯罪犯戒的人打进地狱受苦 实在难以计数了 其实地狱是人间的倒影 人间有犯戒的新东西 地狱马上就会嫁件 来迎合这种报应的需求 犯罪的众生受终后 就来到这里受果报了 我说这些无了期的刑罚 不就是等于无间地狱那样的痛苦吗 这里比无间大地狱的苦 仍差得很远很远呢 因这些书籍 邪银产品可以祸害到无量无数的众生 特别是计算机色情网站 就连天真无邪 纯阳体的孩子都受了污染 这是音律中无法忍受及赦免的事情 我告诉你 刚才说演员如是被强逼拍色情电影的 果报会轻一点是一百年 但要保证以后一定不再犯 即在家忏悔罪业 如是为钱只拍一部 以后不拍了 则受报一千年 如果往后自己全部买下色情光盘 烧毁 真心忏悔 则可减五百年的刑罚 导演拍色情电影 或发行印制色情光盘的人 寿终录此地狱受报 直至色情电影及光盘完全消失 才可出离此狱 其他相关工作人员 则打入此地狱受报五万年 所有写银书 印银书 卖银书 拍鞋银电影 色情光盘的老板 或者是演员 导演 及有关工作人员 全部在生时一律被折服减受 每部银书或者电影 折服减受一年 我再请问判官 假使开设网站 售卖色情光盘影像 或公开给人下载 无论收费或免费的报应 是怎样的呢 判官说 这道理是相同的 一样打入此地狱 直至自己 所卖色情光盘在人间 永远消失 有关色情网站 也要彻底完全的关闭 才可出离地狱报 你回去一定要好好地告诫大家 守法 守礼 奉行戒律 则免遭天谴 今天暂且到此 你先呈莲花回去 日后再来 我造访地狱了解的内情 是我神世在清醒状态下 依仗佛力前往的 而不是梦中去的 或好像天道 一贯道等伏击方法问出来的 我自己也是吃长素首五界的三宝弟子 我叫阿玉 以上所说句句都是真话 回向一切众生 皆惜佛道 看了这个视频 我想大家也都明白了 像这些明星导演 色情的电视 色情的网站 色情的书籍 他们的果报是非常严重的 如果是做这一行业的 希望赶快转行 能忏悔自己的罪过 从此不再造 这样果报会轻一些 我希望这个视频都能帮到大家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感恩大家的收看 看后转发 弘扬法不诗 喜欢请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南无阿弥陀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火 combine赞订阅 中共的韩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等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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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